为了美化环境,新北市五谷区陈德里长陈次芬 在书宏北路与陈州六路旁的人行道 设置了一块写着陈德街角,遇见幸福的看板 营造友善社区环境 为在五谷书宏北路与陈州六路旁的人行道上 陈德里长陈次芬指出 为美化地方环境原规化种植矮素虫 但因素会一直长高恐影响陈州六路转弯车辆的视线 造全安全问题,进入地方讨论后 决定制作一块看板来美化当地环境 原本就是有规划为一些矮素虫 但是因为素虫会一直长高 那有时候一疏忽的话就会没有修剪它 那导致陈州六路出来的车辆会影响到它的视线 那在行差安全上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缺失 那后来我们就经过地方人事啊 大家讨论之后 认为说如果可以的话就顺便做一个绿美化 所以我们就先做一个背板 可以看到看板上大大的写着 陈州街角遇见幸福的字样 陈次芬地长表示 陈德里是一个很温馨和谐又充满爱的地方 所以也期许 无论在这里的每个街角都能遇见幸福 我们一系列以来 就是陈德是一个很温馨和谐又充满爱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之前有过一个替代是陈德街角遇见爱 那我们希望现在在陈德街角都能够遇见幸福 陈次芬地长表示日后公所金剑客也会在这里加装可爱的公仔模型 这样一个有爱又幸福的地方将会成为地方上一处美好的打卡景点 记者虎宇轩五股采访报道